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亲朋观察 近20年前中国已经发现油罐车混装试用油 可是为何老百姓至今吃不上安全油呢 六大原因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 中共国务院下令彻查前媒体人泼凉水 预告调查的唯一结果 习近平指示共产党该下台了 首先请大家在评论区订阅我的YouTube新频道 以及干净世界频道 谢谢 新京报上周的一份调查持续的发酵 特别是最近几天 周一 央企中储良公开的回应要全系统的排查 这个就印证了油罐车混装试用油事件的真实性 几亿中国网民加入了讨论 中共党媒也在沉默几天之后报道 一篇文章 这样的淘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广为流传 周二 有法律专家表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7月9号山东法律人刘淑庆向中共公安部邮寄了报案书要求对涉案人员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离案 最后呢 中共国务院食品办回应要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且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无数人感到震惊 因为 一 事件涉及了中共央企以及很多大品牌食品企业 有网友就细思极恐 你知道的 从地国游 三聚青安 苏丹红 各种食品千佳剂 老干妈 中良 哪个不是行业龙头 你试想下那些小的多方是什么样子 二 网友对冬油管车的行车记录发现 很多车呢 不仅混装食用油 还混装过饲料和疑似危险化学品 三 人们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吃过 而且呢 散装油的最大的客户是学校 包括很多著名的北京高校 清华 北大 中央西区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著名的网络自媒体售楼处 因为揭示了这一真相 被当局删文了 四 很多人崩溃的事 类似的事 早在近20年前就发生过 2005年 广西新闻网的南国早报报道过 2015年 湖南记者真相大调查 再次披露了类似事件 五 十年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曾指出过 食品安全长期做不好 会被质疑执政不够格 我们党在中国执政 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 还长期做不好的话 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这个呢 也让很多人崩溃 如果党魁指示都无法解决问题 那普通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那说句实话呢 我也感到很悲哀 在周一的新闻大厦谈种 主持人扶摇呢 想安慰一下大家 问我呢 能不能谈谈说 作为普通民众 可以做些什么保护自己 我想了想了说没有办法 因为城镇和农村的人 可以用自己种粮食和榨油 但是你能够保证 不完全出去吃饭吗 那从更长期来看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是持续二十多年了 不仅没解决而且变得更加普遍 包括2003年的大头娃娃 2005年的工业炎 2006年苏丹红 2008年三聚庆安 2010年地沟油 2019年病死猪等等 为什么屡静不绝呢 我总结了一下 中国食品安全一直没解决 背后有六大原因 第一 中共官员吃特供 在美国 总统国会议员和普通大众一样 吃汉堡包可乐 但是在中国 各级官员包括地方政府 都有自己的食品特供基地 要求有机种植 严禁转基因 而且公务员们去吃饭 也只需要象征性的付一点钱就行 那这种情况下 官员们是没有任何的动力 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那这一次出事之后 很多人呢 有点心灾乐祸 说现在除了高级官员 东西南北不分贫富贵贱 现在都一样了 我就让大家别想太好了 中共事后呢 说不定它只会在大型的油料企业 单独搞出一条生产线来生产特供 那以前呢 蒙牛牛奶 不就呢 公开的承认过 说香港和新加坡 共用的牛奶 是专门的大型奶厂生产的 而不是勾兑的还原奶吗 那第二原因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调查记者日益凋零 有网友也感叹 调查记者都快灭绝了 我们还吃不上一口放心油 而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 中国的调查记者也有过一段呢 金子般的日子 他们呢 自诩为新时代的八分者 八分运动呢 它是发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 当时呢 美国是高歌猛进 经济气量是超过了英国 位居世界第一 但同时是各种乱象频出 为此 美国的调查记者们是大显身手 写了2000多篇 街黑报道 真正改变了美国 比如呢 1905年 调查记者 恶辛克莱 以打工的名义 在芝加哥一家屠宰厂 卧底近两个月 写出了屠厂一书 引发了舆论 那有一天 美国的总统 需要多罗斯服务 边吃早餐 边读土厂 当读到说香肠中 混进了死老鼠的时候 他大喊一声 就把吃了一半的香肠 扔出了窗外 这本书呢 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 洁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 与肉类检查法 美国的食品和药品呢 从此变得安全起来 而中国 调查记者们为什么日渐凋零呢 因为中共强调党媒信党 清党指挥 任何对党的揭露呢 他就是和中共鼓吹的伟大光荣正确是背道而驰 有网友也犀利的指出 把食用油跟没有混账的企业和车主 跟调查记者哪个更可恶 在某些机构眼里 答案恐怕是后者 不然的话 怎么调查记者都近乎绝迹了呢 那第三 中国民众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 这段时间中国多地洪水 很多网友比较说 以前的中共领导人 有的时候呢 还做做秀 现在连做秀都不屑于做 那确实这样 中共官员的权力 它来自于上级官员的思乡授受 对中国老百姓没一点感情 他们的各种决策 都是呢 在为自己捞利益 那个别人的 他有限的人性 抵挡不了中共体制的邪恶 一旦出了问题 当局就会封嘴 让豢养的五毛们删帖 骂人或者引导舆论 这次事件之后呢 有网友就嘲讽说 日本海鲜你中权出击 现在呢你安静如鸡 或者正忙着想法洗地 这就是你爱国大威 第四呢 中国是没有国家标准的 更别说呢 政府执法检验 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想不到说 中国食用油运输方面 根本没有国家标准 那其中原因呢 官员和专家们解释 主要呢是从政策角度 我们国家食品运输产业链 发展呢还处于初期 需要鼓励行业的自由竞争 如果出台食用油 必须强制使用专用车辆的标准 对非专业化的运输车队呢 可能是灭顶之灾 这个辩解实在是苍白 因为呢中共自称没钱 怕普通企业活不下去 却有钱呢给官员们 建各种的特供体系 换了别的国家 他一定会为了民众的健康 各种的立法执法 对企业的各种补贴 著名的自媒体呢 首楼出的文章 清华北大不如油大被删除 还有一个原因 他披露 给中储量运输的油罐车公司 有的呢曾经因为贿赂前官员 才被塞进到这个运输商当中 有的呢他压根没有入围 却被呢违规转包运输了 很多人就一直说 中共呢在毛泽东时期 是没有腐败的 但是很巧 今天呢我还看到了1952年 毛泽东关于呢 北京打虎的批示 他提到北京当时已经是捉到 和认为可以捉到的 就有呢四百只大老虎 这些呢都是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一千万以下的小老虎还未记录 而这种呢 制度性的长期的腐败 就必然说导致 即使有了法律或者规定也是形同虚设 第五大原因是企业不负责 旅居美国的前中国大陆的船长 资深物流人士薛船长在LA说 装石油的车不喜直接装大豆油 太多人谴责司机忘记了最大的责任是炸油厂 不检验运输工具就发货 地点是北方内资的炸油厂 张家港的炸油厂就不存在这种现象 每辆车都爬到罐里去检查 当地大多是外资炸油厂 外资企业都被赶走了 大家呢也就可以都吃这油了 这次事件之后 很多人说呢 这下子又会有更多的人去山姆和Costco了 因为呢 这些外国大企业都有严格的食品检验标准和监控 不过人们也许应该更问道 说为什么难局北置呢 第六呢 中国人在中共毒害下丧失了道德信仰 金钱之上 我们都知道 哪怕有再好的法律 也需要有人来执行 所以道德信仰至关重要 就算没有国家标准 如果人们有道德 也知道你不该是混装食用油和化学品 但是中共统治大陆七十多年了 为了把人变成听话的动物或者机器 却故意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 那这两天很多人都谈到了1987年上海的甲肝事件 30万人因为吃了带病毒的毛罕而感染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江苏启动 突然间发现了大批的毛罕 当今农民是大量使用了运送船运送到了上海 而这些年 虽然经济发展了 但中共仍然在打压各种信仰和宗教 对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却听之认之 这个呢 就让很多人的道德和文明程度 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相反呢 为了利益 几乎人人是在义愤而食相互毒害 那著名的律师周晓云 那日前呢也发文质问 灌车混装食用油近20年前就曝光过 为什么现在就问题更严重了 那周晓云呢 是南方周末前记者曾经独家披露过 中国红知词会郭美美事件 他现在是律师 专注经济犯罪辩护 是贵州溜盘水市以刑化债案 女企业家马亦加一的这个辩护律师 他就预测说 现在啊 中共国务院实案办成立联合交察组彻查 但是以我当年做媒体人的经验 调查结果大概率是 被记者拍到的那几辆呢 这个灌车存在这种情况 其他车呢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试试的那几车食用油 已经全部的封存销毁 未流向市场 会不会这样呢 我呢不像周律师那么悲观 认为呢中共国务院 他可能会做的样子 比如弄一个什么立法呀 号称要加强监督啊等等的 不过呢我也认为说 中共呢有可能就继续糊弄了事 因为最近几年 中南海的信用已经彻底的丧失了 比如对李文亮事件 比如呢在严格的封城之后 却毫无准备的放开 还有对民营企业是一会儿拉一会儿打 完全没有信用 那当然结果如何呢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也有人会想说 也许习近平会亲笔的批示下令解决啊 我认为呢可能性不大 认为而且他即使批示了 效果也不大 那比如我们最近就看到说 在习近平湖南华荣县团州院这个决堤事件指示之后 周二 湖南方面是快速表演式的进行了绝口的合拢 但是之前 短短的二十年中 华荣县已经是决堤四次 这次表演完之后 问题就解决了吗 不可能 因为呢 唯狐造钱本身就违背了自然规律 它不改变于天斗 于地斗 于人斗的这种狂妄 不退根还胡 根本就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同样呢 关于食品安全 中国人应该是吃一千长一智 要明白 中共根本就不在乎普通人的性命 只要它存在一天 就一定呢 会维持特供系统 那也会利用呢 中国老百姓的灾难 营造党的蜂蜂危机 并且继续掩盖真相 这一次 新京报的报道 它只是个例和偶然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祝愿了各位朋友们平安吉祥 也请了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在评论区 订阅我的新频道 让我们继续深度透视 中国时政和经济真相 在评论区里面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